陈冠希被伺候呢 远运圈最潮行男 但是再次引爆风之大战 过去厂商不为了原力挺 但这一次真的生气了 把他牛仔裤的代言撤掉了 改由无尊来接手 陈冠希牛仔裤代言被换掉 让韶庄姐非常的傻眼 而这几年呢 厂商是坚持保留他 但现在却撤换掉 无疑是宣布他形象不保 坏传陈冠希丢了牛仔裤代言 也扯到了蔡依林 因为蔡依林也没有续约 厂商另外找了亦比来代言